是《綜藝三國志》首映記者會正式開始 歡迎今天的主持人 台視主播 張寧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現場的各位長官 還有各位貴賓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 力臨《綜藝三國志》首映記者會的現場 那麼講到了《三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大家一定都會想到在中國的歷史上 有一段那個動盪不安 而且你爭我奪非常競爭激烈的一個時代 那麼現在經過了1800年 這樣子的場景又再度的在現實生活中重現了 那麼是由我們重量級還有新生代非常優秀的主持人 將這一場戰役重新帶到了螢幕上 我們要在台灣每一個地方展開一連串的激烈厮殺 那麼這一場精彩的戰役將會在明天晚間的8點鐘 在台視頻道登場 那麼也可以知道啊 這一體這個《綜藝三國志》呢其實對台視來說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呢這是台視全新的外景實境競賽的節目 那麼呢這個節目呢也會在11月12號起 每週六的晚間8點鐘 人姓子陳總監 以及東升自治節目中心總監賴秀珍賴總監 是的我們可以知道哦 主持外景節目呢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主持人特別特別的重要 是整個節目的靈魂人物 而我們這一次呢台視也網羅了12位重量級 還有新生代優秀的主持人來一起合作呈現出精彩的節目 那麼現在我們趕快邀請到我們主持群 讓大家一一亮相 首先呢第一組要介紹到的是我們的小鮮肉戰神組 由鯉魚哥 瑪莉還有張立東 歡迎 小鮮肉 嘿嘿 嘿 小鮮肉 很久沒有人叫我們小鮮肉 真的好開心喔 開心 那這一次主持綜藝三國志 其實我們問鯉魚哥啊 因為鯉魚哥是球員出身的嘛 這個跑步啊這些對你來說 應該是塊小蛋糕吧 很簡單吧 我覺得這個節目好像用不到體能 我覺得暴力傾向比較多 他根本沒在跑啊 差點沒在跑 都受傷還沒在跑 他就是因為體力不好才來當藝人了 哈哈哈哈 最好是啊 是用得到啦 其實有時候會用得到 所以有時候現在還沒碰到比較難的關卡 哦 這麼的厲害 還沒 昨天有啦 昨天有稍微讓 人高馬大 人高馬大 重看不重用 對 在旁邊看戲 沒有啦 沒有啦 還是有努力辛苦的地方啦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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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這個對女生來講 其實應該會比較吃不消 尤其是瑪莉 他們都沒有在跟我客氣的啊 他們就是照摔 照推 照罐頭 走幾都來 嗯 有嚇到嗎 因為基本上他在 他目前工作是廣播嘛 所以我們不上到他身代為原則 他們只會拼我喉嚨 但其他都照打 都玩真的啦 玩真的 對 所以對你來說挑戰最大會是什麼呢 我的挑戰很基本 因為在廣播你就是要躺 要做 要挖冰桶都可以 但電視我常常忘記 有時候要討論戰術 然後就整個背對鏡頭這樣 欸 那現在要討論什麼 然後就是這樣 一直這樣 然後就是攝影大哥 我想他應該非常火 都很想揍我 然後就說轉過去 轉過去 不是 不是 現場就有一個人好像我們的製作人 他常常對他大呼小叫說 不要背對鏡頭 然後就說怎樣 怎樣背對鏡頭 然後就一直轉 一直轉 所以我就是努力的在學習 就是正面影像鏡頭 而且他有小姿 對啊 所以還要適應一下 因為如果比如說在女哥後面 然後就被擋到 就完全消失 對 所以這部分還要再適應一下就是了 對 那像立東的部分呢 你好像不太需要適應 孩子們都好喜歡你 對 這話說是我們第一次在宜蘭 對 傳譯中心外景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個是觀光的地方 校外教學 有一群學生在校外教學 然後因為我們大家都在那邊 然後只有我走過去的時候 那群學生就 是張立東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是張立東活生生善递在我面前 我不誇張 因為李仁哥就是被那天的情況嚇到了 他說是我看左眼了嗎 他們剛剛是在喊張立東嗎 張立東朋友講話很浮誇 對啊 但是 有他的聲音 隔壁在那邊吵了 沒有因為前面 畜生不要吵 畜生什麼聲音 畜生 對 所以我可以說是 國高中生界的周杰倫 這是誰給他的封號 我走過去是會刮旗鎮 好帥喔 幹什麼 好強喔 所以說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這是太有梗了 這個你的風好強喔 對它等一下會消失沒關係 好那我們也非常期待三位到時候在節目中的表現了 我們先請三位回到位置上休息一下 謝謝 好緊接著第二組 我們要歡迎到的是Lulu 林毅還有花花 歡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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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首先跟各位說不好意思 剛剛張立東講了太多廢話 而且把這邊弄髒了 對不起 這一組顏值非常的高 好 我們現在首先要來先問Lulu 這一次在節目中其實克服了很多心魔 完成了這麼多的挑戰 還有什麼讓你覺得 我還想再試一下的呢 我不想再試 我覺得差不多了 昨天都帶他爸媽來現場看錄影了 應該是想要退出了吧 昨天我錄影的時候我爸爸媽媽直接在現場盯 想說看看今天三國志又要搞什麼東西 因為我這一次參加這個三國志 每一集我們都是真的是太拚了 然後像我剛剛有一個就是做那個大怒神的 因為我其實這輩子去遊樂園玩 我都只是顧包包的那個人 然後第一次就是要參加那種直線醬 說我升醬真的是很恐怖 不過後來後來後面有一次 我們去別的九族文化春玩 好險喔 因為我有那個我們這一隊有風田嘛 因為我們是愛的CP組合 就是我開始跟他有一點情愫 所以他就會開始有有有有有 所以他就可以照顧我 李懿哥你一定要說話 他今天沒有來你們就知道為什麼了 嚇到嚇到 他會保護我 然後說Lulu大丈夫です 不要怕這樣子 做都是我去做 對對對 後來 但是我們這隊最強主力是新的主公 也就是李懿哥 對 哎呦 怎麼有聲音 我們來請魏國的主公跟我們聊一下 沒有沒有 我是那個魏國的 太子太子 魏魏國的那個稍微有點貢獻的人 對 我們很多層次都是靠李懿哥 李懿哥你先說吧 反正遲早你都是主公 就是因為我就是比較得勝負心很強 就是很不喜歡輸 所以每次我們比賽的時候 我都一定要想盡辦法 就是要贏這樣子 對 而且那李懿哥他就是玩遊戲的時候 他平常是這個和善的眼神 可是一玩遊戲 他的眼神 變成那個武將模式 很可怕 整個切換 那這一次來說 對李懿來說 是不是體力上很大的挑戰 回家還要顧小孩耶 會不會就是體力透支 不會啊 他都沒有在顧小孩的啊 屁啦 他回家之後再馬上出去玩啊 他都沒有回家 他只回家放個東西換個 啊又出門了這樣 我明明等一下就要去接小孩好不好 是 OK OK 體力上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可能 我是個過動兒吧 就是還好 就是也非常體恤 就是謝謝製作單位體恤 就是錄影的時間都沒有 搭到我接小孩的時間這樣 就還是兩邊都可以顧得到 對對對 那對娃娃來講吃得消嗎 有點吃不消 因為我現在雖然我還有哪邊 是沒有受傷過的 對 就頭皮受傷 然後又落得還 然後這種話他講的時候 又摔車 講得自己好委屈喔 然後沒有 因為我是一個就是肢體障礙 就體能就不是很好 對 所以其實這對我來講 接下來這個節目其實是 是滿挑戰一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家都會每天 一直練習自己的體能 跳先韻律舞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在比 每一集誰受傷最嚴重 對啊 對 因為我們後來結束的時候 我也是那個腳浮了一個禮拜 所以每個人都在比 然後我的腳是在泥巴裡面 就是被劃破 你不會打破傷 不過你也去打了嗎 對對對 大家都遛陪遛困 都是很嚴重 現在還有誰沒受傷的 欸 黎一哥 我有啊 你哪裡 你有受過傷嗎 我有啊 哪裡 心裡 沒有 我有啦 也是有皮肉傷好不好 你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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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我們這六個都還算健康 我只是沒有像他們這樣 就是我第一次上次看到他們受傷的新聞 我大笑 我跟我太太說 我沒有看過一個綜藝節目 同一天所有主持人 有一半以上都發稿受傷 打破傷風 我的手也偶稱 可是我都覺得還好 欸 你不要看我們這樣 等一下最後三個出來 有些人是單架扛出來的 還有人沒出來 腿都斷了 腿都斷了 等一下 欸 欸 還在嗎 先讓他們出來好了 對 先讓他們出來 因為他們出場會花比較久的時間 對 好 那我們三位就先 回到位置上休息一下 我們來歡迎謝謝你的主公 謝謝 欸 我們忘了拍下 啊 踩到 欸 欸 你坐啦 好 那現在要讓我們歡迎 我們三國鼎立足的三位主公 王少偉 納豆 還有莉莉仁 歡迎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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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仁 掌現在熱情一點 不好意思啊 剛剛從高雄走過來 來 來 我們往台中間站 他贏了 這個莉莉要搶 哈囉 各位 現場的台式的長官 還有現場的美女 大家好 我是莉莉仁 大家好 我是納豆 大家好 我是邵維 是 那我們趕快來問一下邵維哥 剛剛出場好像有點一搏一搏的 怎麼了啊 因為我為了要就是 為了跟這個兩隊的戰力平均 就是自費我左腳 明明就年紀大了 拉傷 沒有 因為我們昨天錄影的時候 就是大家真的太拼命了 然後有稍微拉傷了一下後大腿這樣 他當下昨天是不能動的 今天還能這樣擺卡的走 所以其實這個節目 可見有多激烈跟多精采啊 是 非常的拼命 然後我今天其實是 為了那十分鐘的片花而來的 真的啊 滿期待的 因為很想要看到最後的成果 大家拼成這樣子 其實真是滿感動的 因為自己都還沒有看到 這個最後的成果是怎麼樣 只是光是每一個主持群呢 然後在這個遊戲裡面的投入 我就覺得已經非常有吸引力了 是 是 那這次邵偉哥跟現在的團員們的默契如何呢 沒有默契啊 基本上我們這一群人的話 大家也不要太認真啦 我覺得不是太好聽啦 對 但是其實也經過了這幾週的相處 我發現就是每一個人的個性 真的越來越鮮明 可是我覺得唯一不變的是 大家對於這個節目的投入 我是覺得這是沒有人可以取代 也是最感動我的 是 邵偉哥開始慢慢的不再那麼投入 對 受傷了 他腳先出去然後再來 那李仁哥呢 投入是不是投入很多的精神 還有時間在這個綜藝三國志上面 當然因為有一陣子 也沒有參加過這樣的節目 那從這個節目當中 認識很多好朋友 那也學習到了 其實你要參與一個工作呢 從這節目學習到三個好 第一個就是體力要維持很好 那第二個就是你的隊友要選好 對 這個我覺得才是李仁哥的重點 然後第三個就是合約要簽好 合約要簽好 三個好 但是因為我覺得蠻珍惜的 因為不管多辛苦多危險 但是能夠跟這一群白癡 一起這樣工作個好幾天 其實還蠻好玩的 我們聽到白癡王也沒有太開心 不會啊 下面在撒笑 那只有你張立通而已 張立通 那納豆呢 這一次是不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不是納豆我要補充一下 他有第四個好 他整隊就是八字好 怎麼說 因為他的運氣非常好 不是不是 因為像這樣子的一個節目 那當然裡面考驗我們大家的體力 智力之外 運氣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覺得對你們來講也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這次是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看到台視 願意花這麼多的心血心力 然後這麼多人力 我們每次出去就是兩大台遊覽車 是塞滿的這樣出去 就是真的很多人在做這個節目 然後大家這麼認真 所以 因為你看到這麼認真的環境 然後你看到我們 我只是出來唱個歌 有12台機器在拍你 然後還有空拍機要飛起來的時候 你就覺得天啊 所以很浪費資源 是不是 不是 那麼浪費資源幹什麼 我一直說 你看到那個製作單位 他們每個人都累得跟狗一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我相信所有的藝人朋友 參加這個節目都是 真的會拿生命投進去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點受傷啊折損都是正常的 那我們也會 我希望我們大家都是有很好的再生的 我們上次好像有最高紀錄 有一天會有四個藝人去打破傷口 對對對 好幾個去打 對 真的非常的拼命 所以相信 等一下的片話一定會讓大家非常的期待 真的 期待期待 謝謝 那我們先請三位 回到各位上休息一下 慢慢來 好痛 你少來啊你 是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剛剛主持人們的分享 可以知道要拍攝一個好的外景節目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們需要非常長而有力的後盾來支持我們 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各位長官們 在這一路上給我們非常多的協助支持 還有鼓勵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要邀請到台市的總經理 周法勳周總經理 上台為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主持人 我笑得都快忘了要講什麼了 這個最華麗陣容的主持群 東森兩位總監 陳總監 賴總監 還有我們Mango 台市的新聞部經理 不是 節目部經理 以及各位媒體朋友 非常高興 台灣最強的競賽型綜藝節目 台市綜藝三國志 明天晚上八點就要強勢登場 大家辛苦了 那看到剛剛這樣進場的規格 還要分三波 這完全是偶像劇的場面 所以真的超級令人期待 那麼在這裡要代表台市公司的黃董事長 謝謝 也向所有參與 這個綜藝三國志的夥伴們致意 謝謝大家目前幕後的全力投入 真的全力投入 這也象徵了我們台市自製節目的決心 就是全力以赴 那麼當然我也在這個機會 藉著這個機會來謝謝黃董事長 因為真的現在媒體的經營環境 非常的艱困 那麼他還是願意請所有的資源 跟這個預算來相挺我們 所以我也非常謝謝他 那當然了 最後還是要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做出好成績 預祝綜藝三國志 收視紅盤 開三好了好不好 三國志開三 好 謝謝總經理 謝謝 是的 那我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期待節目的內容 而且已經充滿了好奇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形式 不過還是要提一下 在我們其實剛剛看到 這麼豪華的主持陣容之外 還有我們超人氣的男團Special 他們也加入我們的主持行列 不過很可惜 目前團員仍是在海外的部分 所以他們今天也透過了影片 要對我們的節目獻上祝福 而在我們欣賞片花之前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Special 有些什麼話想要對我們大家說 大家好 好 我們是Special 我是方田 我是林杰 我是Peddy 那因為今天呢 我們人很感興嘛 就是我這樣 沒辦法到這兩天大家見面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 我們是吳國 我們是 吳國人跟你們說 為衛國 因為我們兩個都會 是 好不好 我們有非常精采的這個 對決跟勝負 勝負可以應該可以跟大家遇到一下 對 很精采 真的很厲害 對 我們是兄弟廝殺不留情人 我跟你講兄弟在排在二餐之後 第一名一定健康 勝負第一 健康第二 對 兄弟第三 好不好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風田也是嘛對不對 後面也有一些 精采的補充 對 我們基本上都已經掛彩了 所以這節目我們必然又第一次 我今天一定要順時收看 禮拜六晚上八點 請你收看 綜藝三博志 Yeah Yeah 先說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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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와, 跑, 跑 跑, 跑, 跑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等一下, 来 在这里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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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救 救 你也是貌似忠良 你也不能相信 你叫不喉嚨 也不知道有人来救你的 小妞 黄金贼是谁废物的呢 周公 美人 你来救我 你要问什么样啊 你是来保护我的 你脱队就算了 卷轴还你用 你别死 救我 救我 太累了 不行 对不起 我刚刚被八个人追死了 妈 我找到 妈 妈 很好累 那都死亡了 那都死掉了 我敬佩的对手曹操 他死得真好 他死得真好 哈哈哈哈 我开门 在湖 他都心肥皂 他等了 他有一个可不得了 他都没有死 那是 他管车 我们一片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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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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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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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